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城市都有国年一场 国年二场 三场 四场 五场 六场 你想这一个城市 多少人都是纺织 所以那个时候纺织女工的形象戴着白帽子在那个机场旁边 那在我幼年的心里就跟那个白衣监石是一个类型的 所以现在欧美你就影响纺织女工的生计 你不干了 我也感冒了 还没发烧吗 在英国我是感觉他们对于中国的那个态度 中国人的态度是有爱又恨的 为什么 因为你去很多我接触的英国人 他们去买东西 在超级市场买东西 现在都是流行很大的那个超级市场 都是什么黄制品啊 包括那个内裤 这是中国来的嘛 他们觉得好便宜啊 觉得很好啊 对于他们来说 消费是买这些东西是最好的 但是呢 他们很有心理 就是说现在中国人不只是做那个 毛衣的这些防治品嘛 比如说他们已经打进了他们一些主流的职业 包括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在上海不但大学毕业之后 他是拿了奖学金 英国的奖学金啊 去英国念书 英国念书 念法律 一般很难打进那个法律市场 包括我读了那么多年 你去读什么呢 我是读法律的啊 我就是知道 我去了回家党了 对啊 就是去了英国就觉得 怎么我还是低人一等的感觉 因为我毕竟不是英国人 但是他们 去到那位同学 去了那个英国念书之后呢 英国的一家最大的律师行就请他 而且是说 也是保送他去念博士 所以他 你就看见到 我们中国人已经打进了 英国一些上流社会的一些职位 所以他们就很害怕 所以这种又爱又恨的那种复杂心理 看起来就觉得 为什么中国人就变成 好像来入称我们英国 你觉得这个限制纺织品啊 对啊 背后隐藏着的 是他对中国人的一种爱又恨 对啊 那种心态 甚至于说中国人在他本国抢他的饭碗 对啊 你比如说像前两天 吴仪不是建了一个美国来的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吗 古铁雷夫还叫什么 我现在讲起来 古铁雷斯啊 对 古铁雷斯 然后他就跟吴仪呢 表达一番话 我觉得他说一番话 这话就很痛苦 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也要了解一下 在中国啊 你们是体谅不到 感受不到 我们在美国所感受到的压力了 你知道这番话很有意思 有意思 你想想看 他因为讲道理来讲的话 其实你现在欧美 要对中国仿制品设限是讲不通的 因为你们一天到晚讲自由贸易 对不对 那么第二 其实现在就像跟世界贸易组织很多规则来讲 他们现在这些做法都是违反规则的 但是他们就是 所以要你体谅 要跟吴仪说 哎呀 天样子 你也得体谅一下 体谅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知道欧美啊 像英美这些国家 它是民主国家 那民主国家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国会议员 或者有很多政客 它是从不同的地方选上来的 它那些也有些地方 就像你老家石家庄一样 是纺织品干起来的 有很多纺织品 你有没有想过 人家那边也有很多国会议员 跟你一样是对这个纺织女工 充满了情感跟爱慕了 你懂吗 当他看着 哎呀 当年我们 感情好厉害 我当年小时候 看见纺织女工 他妈现在都失业了 你想象一下那种感情 于是呢 这些人就要把民间的这种情绪 要带到这个政治上面 所以现在他们感受到 那个压力 是这种压力 就是说 他美国国内 或者欧洲很多的纺织工人 失业 他就觉得是你 亚洲人 特别是中国人 来抢走他的职位 因为你们东西太便宜 把他们都打垮了 那么再加上 他民间还有很多情绪 就像刚刚慧林说的 那种对中国的那种恐惧 那种 莫名其妙 这十年之间 感觉到有这么一个 庞大的国家生起来 他到底是什么国家 怎么回事 我说他们这也是 让我觉得这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合习的 你说这纺织品 它不是一般的产品 纺织品 我一下就想到 当年丝绸之路 他们欧洲的那个商人 罗马什么的 通过阿拉伯 那家伙冒着生命危险 一路死多少人 就被要我们的丝绸 当时丝绸在欧洲那个时候 一开始少的时候 像黄金一样的价格 要咱们的纺织品 现在改了 而且你想说 但你说这自由贸易 当年咱们那个紧锁 国门闭关锁国的时候 你拿军舰 强迫我们放开 现在我们真放开了 下的又又是这种 而且你说回来 你知道当年 罗马人 就是欧洲人 第一次接触到 中国的丝绸 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接触 那个第一次接触 也是很让他们害怕 他们是吓坏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叫罗马 在帝国 成为帝国之前 有个所谓叫共和国 共和国 共和国 就是三大执政官 后来就是凯撒了 一个很有名的 凯撒的两个死敌 一个叫庞贝 另外还有一种 我忘了叫什么人 另外那个家伙 就我忘了他名字的家伙 他当时是带着一支 罗马军团 一直打到波斯 后来打败仗 还死在那边 那么他死前据说 他的罗马军团呢 跟波斯人打仗的时候啊 发生了一幕 让他们很惊恐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在沙漠之中行军 突然之间 波斯人是四面八方围上来 而且围上来 在阳光底下 他们不想着带进 什么很特别的军旗 那个军旗说 在阳光底下会 照射出非常奇怪的光芒 使得那罗马人一阵晕悬 然后后来就发现 原来那个东西就是丝绸 那么当时罗马人 没见过丝绸 波斯人已经在用中国来的丝绸 后来罗马人回去就想 这怎么回事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第一次接触丝绸 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接触的 而且那时候 而且那时候中国不是锁国 任何人做贸易 就直接从路上也好 海上也好 都卖给你 都卖给你 但是做的方法不卖给你 当然不会叫你做的方法 但是说你要做贸易 中国人是一般是最值 那时候中国是很自由贸易 随便来啊 你有方法就来 中国商人我有方法 我就卖东西去波斯 卖东西去印度 那是最自由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反而来说 我们不搞自由贸易 那是讲不通 所以我觉得像惠雷 你在这个英国多年 你觉得就是说 这个东西背后 实际上不是纺织品的问题 实际上是他们 现在欧美国家的人 对中国人的感情的问题 对 特别是他们对 中国人的感情太复杂 因为以前中国人给人的印象 一般都是很肮脏 都是不讲文化 但是原来有一批是很好的 在海外念书的 很有文化素质的 开始来抢他们职位的话 他们就很害怕 就觉得 哇 小巷是什么东西都来抢啊 包括我的律师 现在因为像 比如说英国医生不够嘛 也有人念医生也过来 念博士也是中国大陆来的 像我在念书 我在讨博士之前 然后在学校待几个月 在图书馆去坐下来 旁边都是 不是讲普通话 很厉害 不是说博士后研究啊 或者是说念那个博士啊 有时候是念讲师啊 包括我学校的中文系 只有一个到两个老外 其实全都是中国大陆来的 叫中文 所以看到这种形式 这种很大的形式 很大的社 这个社会那个团体 都是中国人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哇 怎么一大堆人 在学术上都是 像是一片形式大 对 如果你是老外 你是白人 你想去念中文 以前是什么 以前你在大学念中文系 很多都是老外 我们叫做中国通 这是英国人 英国人是懂 像我的大学导师 都是中国通 都是一种外国人 以前那个港督也是吗 对 都是那种中国通 白人念中文 念古文 念普通话 什么都行 他就这样子 你去了 就是直接面对 什么来的 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 而且白人很少 都是中国人 当然你讲的对 叫中国人 当然叫中国人 老外学生中国通 都没办事了 因为中国人来了 接下广告 乡乡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刚才听文道讲 说是这个 咱们腐心退休 说是今日中国的这种处境 日本也碰到 当然了 因为以前想想看 记不记得八十年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有本很有名的书 那个书就叫附高益 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写了一本说日本第一 这话好像好久没人提起 不只是说向美国说不 对 向美国说不 对不对 谁应该圣海老 对 日本可以说不 对 你看像当年 这个日本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 那个气势 就跟今天的中国很像 那么当时呢 就日本的产品 也是很少全球 而且日本也经历了一个形象转换 怎么样转换 日本在八十年代以前 让日本产品 像今天 很多人是抵制日货 但就是 日本产品实在好 过去不是这样 日本产品 made in Japan的意思 就是那是伪虐产品的意思 对 日本过去 也人生下两个伪虐 对 大家都一样 有什么谁瞧不起 对对对 都是这种东西 以前日本东西 就出了名的 那些汽车 就开车 要是撞车 一定死 那么穿什么 他们日本做的衣服 一定烂 都是这种东西 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 慢慢变化 然后日本产品 大举进行全球市场 于是美国人 当时也很恐慌 后来还拍了一些电影 那些好莱坞电影 我看过这么一部电影 那个电影很可笑 就说一个 日本公司 汽车公司 在美国开场 然后所有的工人 对这个上席 都是毕恭毕敬 突然来了一个老美的小伙子 以那种美式的 个人主义的英雄风格 就颠覆了他整个工厂 但在那个电影 你看到他们 投射出来的日本形象是什么 就是日本 就是一群的军队 对不对 有个性的 一般一堆人 一般就是鞠躬 做事情 像机器人一样 完全是没有那种感情 你比如说 我记得去看一些 去跟一些日本老板吃饭了什么 他们吃完饭出来之后 那些日本餐馆的人 是在你离开饭馆很远之后 他们依然成一个善状 这个工作人员 忽然 在善状 在这个大门口两边列队 慢慢的目送你离开 排队回去 这是个军队 那么现在呢 这就看到八十年代 老外对日本的印象 就是那时候军队来入侵世界各国 但现在轮到中国了 但中国比日本更可怕的是什么 不像军队 不像军队 像蝗虫 军队呢 还有纪律 他们印象中的中国是怎么样 是没有纪律的 或者刚刚慧林讲 反而唐人街遇到是脏乱 非法的事情干的特别多 但是什么都能干 律师他们也能做 医生他们也能做 非法的勾当 他们都做 不要假烟嘛 在伦敦台湾街 我走过 旁边走过 有个人就讲 要不要烟 我问了吗 这什么 因为以前伦敦台湾街 是讲广州话 不然就来个普通话 是定义神 他说要不要烟 大声一点 我说不要不要 人是听说 看报纸才知道 他们是卖的是假烟 是卖到唐人街 就把伦敦搞得跟福州吼车 所以他们就好奇怪 所以老外就印象就不好 有一些就觉得 怎么卖假 假的东西 怎么你们都是做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的家庭主妇 不就是爱买这些东西 你别看老外 就好像我原来还觉得 他挺理想主义 他不是 到了香港你看 都我们男人街女人街 那都是冒牌的 他跟他证明在哪呢 冒牌劳力士 讲不出来 当然是说买正牌 对对对 一边就是嘴里 就是手里一边买的 嘴里一边骂你们中国人 就爱卖假的 就爱造假的 所以这也有一个问题 就看到像日本呢 我觉得值得参考的什么 他八十年代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当然他后来 被美国打击的很狠 他日本经济也垮 那最近几年 日本又有点复兴的迹象 而且最近几年 外国的年轻 世界各地的人呢 对日本的印象 有很大的变化 你坦白讲 你像现在我们跟日本 今天那么多的冲突 那么多的争议 你去问问老外一般年轻人 假设他完全不知道 你在争论的是什么东西 你要他完全凭印象去打分 他觉得他比较喜欢哪个国家 认为哪个国家有道理 可能就是日本 为什么 因为日本后来 他有一个软文化的一个外销 什么叫软文化外销 当年是产品技术 使得他去侵占全世界的市场 但是现在日本的漫画 动画游戏机 各种的潮流商品 使得全世界的年轻人 是为之疯狂 那么现在你想想看 一般的美国 我看到一些美国的年轻小伙 欧洲年轻小伙 都是看日本漫画 日本电影 日本动画长大的 他们就觉得日本是个很有型格 很有魅力的这么一个国家 你反过来讲到中国 你说中国的文化是什么 对他们来讲 要不然就是很古老的一些东西 他也搞不清的是什么东西 看不懂 看不懂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赤裸裸的 对他们来讲 那叫经济入侵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 接下来走下一步 文化产业就很重要 你比如说哪一天 如果这个老美的小孩 他们都是看枪枪三人形长大的 哎呀 这个人最好 这个国家有这一点 全球化的 惠林 你说美国人 你在英国欧洲多年了 你觉得美国人和欧洲人 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有 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美国人是 其实是 实际上我心想说的 是比较天真 怎么比较天真 比如说 我以前看美国电视 新闻 每一天都有一个新闻 是说我们美国工人 怎么样受到中国工人的打击 就是实验 每一天都有 难怪 难怪刚才说 美国政府 我觉得我很大压力 但是在欧洲 他们就不是像他们那么天真 就相信电视讲的那一套 他们其实是 欧洲人是比较浪漫 就觉得 什么东西 哪来主意 你那个东西好 我就用 而且他们就觉得 好的东西就用 为什么你要拒绝一个 中国的地方 但是 而且他们对中国文化 是有种深层的一种尊敬 欧洲也是 有年头的 对 你看法国 中国去年就干了一个 很好的文化交流 但是法国很多知识分子 对这些东西 就觉得很好 因为中国文化 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一套了 也有新的方面 也有旧和新的一种交替的东西 对法国来讲 是一种冲击 对 但是但对美国来讲 他们反而旧的 新的都不懂 总而言之 我看电视 看到你们中国工人 抢我们美国人的饭碗 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很不爽 对啊 那欧洲工人是不是 这方面投资的也很激烈 其实欧洲人 早已经不做 这些什么纺织品 很多欧洲国家 现在就把那些纺织品 放在东欧 什么问题是这样 我先把我自己的门 就是关上 不让你中国 这个纺织品来 然后呢 我就把我的企业工厂 放在波兰 放在保加利亚 放在罗马利亚 因为他们现在是 准备变成欧盟嘛 放在那地方 就一样那么便宜嘛 就是把你中国排除 所以中国货差不多便宜 对 所以欧洲人是有这种 比我们这种 古货的那个做法 这是其他人看不到 美国就没办法 往哪里跑嘛 所以一定要你中国来 所以他们就觉得 不太好受这样 但是欧洲背后 他有这种想法 有这种想法 都不跟你讲嘛 但是你看电视 看电视 你就感觉到 东欧人现在是变成 欧洲的大后方 对 支援他们所有东西 包括装修 我在英国 看见最流行的是 什么装修工人 是波兰来的人 手艺好 时间好 交货准 都是波兰人 比如说 对 买皮鞋 都是西班牙 西班牙是这样 中国装修队也 也可以 你清工周 你的意思是算了吧 反正我们家 用过那些装修队 那家伙真是不敢赞美 咱去那广告 将下 看电视广告之后见 听你们两位 刚才一番议论 我也有一个感觉 你看人 有一种性格 叫自闭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也可以有 你好比 你比如说 有的时候 比如说 我觉得我自己 对我的看法 和你们对我的看法 不一样 可我也是干这行 干了很久之后 有一天才突然明白 其实对于观众来说 你自己怎么看 你自己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大家怎么看 你看中国 我也是这样 我们不能对我们 在世界上的位置 无知无觉了 你可以 你看我 经常两耳不闻窗外事 但并不会因为 你两耳不闻窗外事 人家对你就没个印象 当然了 而这个印象 从哪来的呢 不光是做生意 赚钱的事 你得从文化 就咱想 我得有个人格 我得让你看见 我是一个美好的人 这样你才能接受 我的产品 或者说 感情有了 形象好了 谈什么事 你像比如说 还要拿主持人举例子 是吧 但是观众对你印象好了 你是个不错的人 对吧 那你胡说八道 什么 也不行 是吧 我觉得这意思 所以我刚刚说 这种软性的 这种文化的软销 对中国是很有利的 如果将来 比如说 我们多花一点心思 功夫在这方面 那是很重要 但问题是 你比如说 像现在中国 对外的形象是什么 一般老外 怎么看中国人 你比如说 最简单 我很喜欢看旅游指南 我有个嗜好 我收集很多 外国出版的 关于香港 跟中国的旅游指南 为什么 因为我要从 旅游指南里面去看 老外是怎么看中国的 他觉得中国 什么东西吸引 来中国 怎么要小心 你就发现 你常常说 比如说 中国的厕所情况 是怎么样 来中国要怎么样 小心 不要买到假货 都是这样的东西 你想看 如果这样的话 外国人对你的印象是怎么样 你本来 你比如说你纺织品 那么打击到他们的纺织业 但是你再加上这个文化 印象都不好的话 那就会变成一个很普遍的那种 恐惧黄惑的情绪 所以说这个经济起飞 文化 文化说这个词好像挺大 其实就像你这么说 就从上厕所的卫生习惯开始 当然 从我做起 从每个人做起 最后一个民族的形象 就会慢慢的转变 其实很像韩国的状况 韩国以前也是像日本 这十年前给人的印象 都是假货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他们文化做得很好 比如说我在英国 音乐和电影 我在英国买那些DVD 因为英国很多店 都是有一些外国DVD放过 放的最多的都是韩国的DVD 旁边就是我们中国的英雄 什么那些片 那香港以前七十年代 那些功夫的片都扔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网通凤凰子业快车